重燃機械股份 聶Sir 都是的 都是內房拖累 都會影響了本土需求 業績都不比市場看好 但如果你從實際的數字來看 其實又不是太差 你譬如看維柴 中期的業績 收入都升到兩成二順 你都升到六成三的 所以今年以來 不少大行 都持續有暢好的報告在這裡 那會不會是這一類的股份 其實大家之前看得太悲觀了 反而你一度出業績 發現原來不是的 他們都可以保持動力的 甚至遺柴自己早兩星期才發了營起 預計頭三季多賺八成至一倍 這一類的重燃機械 尤其是遺柴 是不是最壞的情況已經過了 其實看回它之前公佈業績的時候 不論是第一季或者是中期的一些業績 其實都是有一個做好的狀況在這裡 所以暫時去看其實它那個業績 可能有機會只是被市場看得太淡 跟那個實際的狀況是有一些的出入在這裡 而且也值得留意回 尾柴動力它就不僅是局限於一些的 重營機器那個的佈局那裡 看回中期的業績的收入分佈的時候 就有智能物流 另外就是汽車和汽車零部件 另外就是發動機和農業方面的設備 所以相對上其實都是一個多元化的業務發展 現時來說收入接近四成都是來自這個智能物流 所以就在這個前景方面 就未必只是單看它那個機械方面的定位 就是現在那個業務發展的物流方面 我相信它的前景都是看得比較樂觀些 所以就對應它第三季發營起的時候 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 它還有一個A股限制性股票激勵的 是昨晚公佈了出來的 就涉及716名的管理層 包括董事 高管 收出的股份 每股的基準價就是6.49元 就是A股上的收市價12.96元 不得於五成 涉及的股份有8,544萬股 就不超過公司股本的1% 今售期分別有2年3年4 24個月36個月和48個月 今天的股份其實今天圍柴就炒上了 如果你看看現在最新都升成8%又多 如果你說因為要回購這些股份用來激勵 其實就是是不是這件事呢 因為它這一層回購的股份 其實去年10月已經是完成的了 如果你說憧憬這個股票激勵計劃 聶Sir是不是講得通呢 我想今天來說都是有幾個因素去配合 推動了它的股價升 大市相對上做好 另外也有剛才那個萬億的融資計劃 再配合它發營起 所以幾個消息跌加在一起的時候 都令到它的股價稍為做好一些 再配合這個回購的理解 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感上天花 未必是今天的股價上升的一個主因 還有其實今天來說 現在都隱約見到一些沽額的 今天高位就是12元以上 現在都回回去 接近11.4的位置 變成始終都有一些投資者 是好消息來出貨 所以它的股價到底 是否真的可以走得很遠的時候 可能這個方面也值得去考慮 這個話名激勵計劃 你當然做得好 激勵你做得好 我才會有些獎賞 有業績考核的 根據剛剛說的三個禁售期解除的時間 有業績考核條件就是什麼呢 就是2024年的收入有2102億 而利潤率不低於8% 25年就2300億 利潤率不低於9% 26年的營業收入要有2590億 利潤率不低於9% 如果你看2024年 2102億 究竟這個預測 或者這個要求 是否會相對低 或者保守 因為如果你看今年中期 收入都1061億 聶Sir 2024年就定到這樣 但是2025、26年的收入增長 就OK的 有成一成至一成二 但問題是 如果你炒了兩年之後 兩年打後 你的收入才有雙位數的增長 現在需要這麼快炒定 我想都是 叫做市場是有一個打底的狀況 看回第一季的收入增長 就大概18% 中期的時候 兩季加起來 就去到22% 就是說第二季的增長速度是高了的 現在看回它的業績 繼續推動有一個增長的時候 我想市場就會覺得它的基本面 會有一個保證的狀況 還有剛才也有交代了 就是因為跌加一些消息來配合 所以它的股價升 所以回購這個 就未必適宜 作為未來的股價表現 推動的一個主要參考 好 說到股價 剛剛你說12元好像頂住了 是不是12元破到 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升浪 今天成交很誇張 絕對是 如果你說突破到12元的時候 就進一步可以看回 13.5至14元這些位置 可以去到今年5月那些位置 但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11元附近屬於一個比較強的支持位置